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今天出現了這個開低走高 當然這開盤的時候我看到我的同事 告訴大家說這個VIX呢 哇大幅度的跳升 我少一看一下 不過才漲5% 不知道在金流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想呢其實這個盤式 或多或空都有各種的解釋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沒有帶會員做期貨 所以如果坊間有人用我的名義 帶會員做期貨的 那一定是假的 我也沒有收期貨會員 雖然我有期貨分析師的牌 有很多分析師喔 沒有期貨牌他也在收期貨會員 我跟他們做法不一樣 我有期貨牌 但我不收期貨會員 因為我覺得 這種大盤這種東西啊 說真的 對不對 我之前我看的那個丁超老師寫的 沒有4000萬 不要做期貨 有沒有聽懂啊 你自己看看嘛 上個禮拜大家記不記得 對不對 如果你在上上禮拜五 你期貨流倉多單 開盤180點 200點就不見了 我說真的 這種風險我無法承受 對不對 而如果搞產業的話 我說真的 我有比別人更快更先的產業消息 為什麼標題叫做先知先覺 原因就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回到電腦的畫面 先跟大家做一個宣布啊 大家知道我會員已經暫停了好一陣子時間 因為我的電腦壞掉了 應該這樣講 我的舊的電腦壞掉了 這個已經用了 用了 陪伴我了五六年 對不對 也沒有什麼好修的 因為報修起來 哇兩三萬塊 那幾乎都換光了 對不對 那後來我買了一台新的電腦 那其實新的電腦 比舊的電腦早一點來買 我不要講是 哪一個牌子 我怕你們到時候去放空那牌子的 不過那是美國的電腦 結果咧 好死不死壞掉了 終於修了兩個月修回來了 因為呢我不想要在原廠修 要收我一個非常非常貴的費用 後來我請朋友 幫我帶去光耗商場修 收了一個非常便宜的費用 終於終於在上個星期修回來了 對不對 那我告訴大家 修回來那是一回事啊 重點是請你看清楚 投資朋友 我們過去給會員的 整套系統的 對不對 包括會員盤中的訊息 對 包括會員盤後的會員影音 對 包括會員每一季的 每一季的這個財報線上演講 對不對 現在我把會員影音啊 全面性的升級 因為有人說你每天講兩三分鐘 不知道在說什麼東西 說真的他沒時間看 沒有錯 對不對 我把會員影音全面的升級 未來每個禮拜 對不對 會有一場的專題講座 緊公會員 不是公開的喔 對不對 大家知道過去我們以前在周日 我們會幫他整理新聞 現在不用 我說真的這事情 對不對 吃力不討好 點閱率又低 你還不如去看 之前你還有我學弟的影音 滿好笑的可以看 對不對 不然你就看很愛演 你就看大蛇丸 好不好 你看那個上班不要看 你看菜哥 菜哥也滿好笑的 不然你就看反股嘛 你建議一點就看反股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都沒什麼點閱啊 我如果想要超過YouTube 賺到那些廣告費 那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所以我放棄了 沒有關係 但這些事情其實我都還在做 收集資料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把它改成 每個禮拜會有一次 在週三下午或週四下午會上線的 每週專題講座 主題是什麼 這一個禮拜以來的 這個產業跟法人的訊息 對不對 大家知道其實每個禮拜 其實每個禮拜你不是只有法說會 你看 什麼公司法說 什麼公司法說 上個禮拜五最紅的是什麼 康控法說會 哇說下半年非常非常好 到天上去了 對不對 今天漲停板 你不要以為只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每週都有很多什麼法人拜訪 法人座談 這種比較私下要報名的 一般人無法參加的 對不對 這些訊息我都拿得到 我會在每一週的一週產業 一週法人訊息 這些比較不公開的東西 我來告訴我的會員 另外焦點個有追蹤 就是在我們進出的一些股票 為什麼進這一檔 為什麼出這一檔 為什麼這一檔獲利了結 為什麼這一檔 或許需要停損 我們會在一個星期裡面的 所謂的線上的專題講座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時間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 其實也就是過去我們在 這個嘛 我們一個禮拜日 對不對 甚至在更早之前 我禮拜一禮拜二會有 會有一場不用錢的這個 對不對 我們自己的這個時間跟大家講 但是現在沒有了 這全部都是我的會員訊息 好不好 把影音全面升級為專題講座 投資朋友 今天你看到了沒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這檔股票先前很多人放空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叫4968的利基 我沒有推薦你買這檔股票 我在上個禮拜四 我在股市現場 我特別告訴你 人家漲的不是沒有理由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最缺的東西 叫做射頻元件 對不對 你說老師 射情我還是要什麼意思 射頻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射頻元件 對不對 那它所做的 它所做 它今年上半年所做的東西 有百分 將近百分之五十 都是射頻IC 所謂的FEM 什麼射頻前端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模組 你知道射頻這兩個字 關鍵字把它記起來 keep in mind ok了 對不對 也就為什麼它能夠在今年五月份 你知道嗎 這家公司今年五月份的股價 它今年五月份 做談會還是把所有也忘記了 對不對 那時候五十幾塊 到現在漲了一百元 而且我在股市現場告訴你 看起來是還沒漲完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去美化 中國大陸最做不出來的東西 叫射頻元件 還有什麼 感測器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過 感測器其實有一家公司 只是它要做不做的 它叫做聯發科 甚至還有跟大家講 5G單晶片 它要提早出貨 信不信有你 對不對 我沒有強迫你去買這些股票 我都跟你講過了 它不是漲了沒有理由 那感測器漲什麼 投資朋友 義龍店 旗下轉投資的公司叫做義明 做光感測器 對不對 義龍店自己本身在做什麼 觸控IC 因為去美化的關係 打進華為的平板供應鏈 再講一次嗎 不用吧 對不對 公開告訴你了 然後這檔股票 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它叫細創 我搖頭不是說不能買 它的子公司比較厲害 叫做6732的生家 它做什麼 G Sensor P Sensor 對不對 所謂的什麼 加速感測器 對不對 什麼禁忌旅感測器 什麼什麼什麼 西西鳳 好難過 好難講 不想講了 一大堆 一大堆 對不對 最厲害的是這間 但是我說這個股票不好買 到現在 今天成交只好97張而已 我不是推薦你買這些東西 我只是跟大家講 你有掌握到嗎 你掌握不到不是我的錯吧 對不對 頂尖對談 我們有三位分析師 我王伯跟老江 他們講的我就 我就不 我就不多講什麼了 反正每個人都各 每個人不同的 各散不同的盛場 對不對 金銅的 金色大象 在老江後面那一隻金色大象 你有看到沒有 對不對 加聯益 投資朋友 我不瞞你說 我帶會員買的是漢與伯 我講過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 我看好漢與伯跟加聯益 入股之後的重效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不要小看加聯益喔 你要知道我們當初跟你講 一堆人問我 他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因為一堆人衝進去買 我的友台節目 現在不是友台 有頻道節目 同樣時間 我自己的朋友 36 35塊 拼命叫會員買加聯益 34也拼命買 他今天終於解套了 他今天一定大獎特獎 天啊 對不對 只有我在救你們 我告訴你28元加聯益便宜了 為什麼 人家入股價叫28元 而且他的LCP 投資朋友 你去看看 這是4月22日的新聞 當天有人私訊我說 快技師 8月30 你拿4月22新聞 你有沒有搞錯 這種新聞早就發酵完畢了 投資朋友 有些東西 他新聞還沒出來 我不能跟你講 我只能拿舊新聞來 騙你一下嘛 懂不懂啊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對不對 這覺得這重效很大 因為沒有辦法 我相信如果今天我是交加 對不對 我漢宇伯的交加 漢宇伯已經創新高 這邊做整理 這是我覺得合理接受的 我絕對想要去買台郡 台郡是我會員持股 對不對 我也想要去買真頂 真頂是郭董的 郭董要賣你嗎 郭董就這麼一檔 真頂這麼厲害 你去看郭董其他的公司 變什麼樣子啊 對不對 金頂 有啦 王柏的6451不錯啦 對不對 你去看看金頂變什麼樣子啊 對不對 你去看看自己 郭董自己的公司變什麼樣子啊 工業復聯還不太會長欸 長的是棚頂欸 投資朋友 我也想交 對不對 如果我是交交 我也想去買真頂啊 我也想去買台郡 可是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退而求其什麼 對不對 求其3不是求其4 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嘛 沒有辦法對不對 這我就 我這張沒有貼 我只好買小3啊 我買加聯益可以吧 對不對 老大真頂老二台郡 老三加聯益 其實加聯益 其實加聯益也是台灣前兩大 前三大的PCP軟板廠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我沒有得選擇 所以我還是看好 他們合併後的縱效 這樣你懂不懂 金銓的跟你講啊 這我就不想多花時間講 對不對 我不想希望一個節目裡面 都在那邊跟你臭屁 我有多厲害 因為這沒有意義啊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上禮拜 是 收盤錢 那個時候的雙紅 惡洞洞 好不好 惡洞洞 今天雙紅多少 夭拐拐 沒錯嘛 對不對 177 對不對 惡洞洞變177 其實隔天最高是206 好不好 今天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跌雙紅 對不對 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絕對不是因為 我教會員出雙紅它跌下來的 我沒有那麼偉大 我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我還跟大家講 雙紅我們賺了一倍 我真的沒有那麼偉大 不好意思 對不對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來 這裡 對沒錯 這今天的研究日誌 今天的 我們先看今天的 再看上禮拜四 投資朋友 對不對 為什麼要講這個 來 我說雙紅啊 美好的儀已經打過 已經打過 而且打勝了 往事啊 只能回味啊 這個 時光一去不復回 往事只能回味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還是認為雙紅是一家很不錯的公司 因為它讓我們從100元到200元 如果5G如通我們的預期發展 應用性大增之後 我會去堂告什麼智慧路燈 智慧停車智慧什麼什麼什麼 一大堆的 對不對 我會再找機會買回來 對不對 就如華邦店一樣嘛 投資朋友 華邦店怎麼樣 投資朋友 華邦店怎麼樣 你說華邦店怎麼樣 來投資朋友 8月29日的尾牌 我叫會員17塊買台華邦店 隔天 隔天 隔天最低點16.9幾 沒有買不到的人 好不好 只有不敢買的人 沒有買不到的人 對不對 投資朋友 前面我們不講了 對不對 雙紅我們不講了 來 我說今天訊息傳送有點問題 華邦店最後5分鐘才傳出去 沒有錯嘛 對不對 13點14分 因為13點14分才傳出去嘛 沒有沒有 那更晚一點 再13點20幾分 不過 我們會把訊息寫在 我們的第二頁裡面 對不對 你每個人都看得到 我在17元去買華邦店 我說這邊寫囉 看清楚 17元附近 剛好是景縣 先前華邦在法縮時講得這麼好 股價長到20元 你不趁回檔來買 請問你要何事進場 都是朋友 是不是這麼的簡單 對不對 上週提到17元的華邦店 正好是7月份 法縮前的起場點 法縮講了一副公司 好到很誇張 什麼什麼產能都滿在了 這樣跌下來 你還不敢買 我無言了 好不好 我對不起大家 我無言了 前面寫什麼 今天瑞譽也漲了 當天侯明孝講瑞譽不好 只有我出來 跟他被一個幹咬他 我說他根本看不懂 對不對 雖然我們沒有瑞譽了 235已經走掉了 我們沒有瑞譽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 從我這邊提到的 瑞譽 從侯明孝講那一天 最低200元 漲到今天221 對不對 再度的打臉侯明孝 不好意思 猴打錯了 我打錯了 不好意思 打錯了 然後這個 不過同一時間 我跟他講 其實我沒有瑞譽 但是怎麼樣 我們有買聯詠 聯詠 其實聯詠也是 看不好的其中一檔股票 後來他有沒有更正看法 我不知道 同一時間 聯詠從170.5 漲到今天最高點 194.5 而且聯詠超有趣 你知道嗎 聯詠是前撲後繼 為什麼叫前撲後繼 投資朋友 這我跟你講過的 明知山有虎的 偏向虎三行的三檔股票 細創我已經賣掉 瑞譽我已經賣掉 剩下聯詠這一檔股票 我還在低檔加碼 投資朋友 我告訴你 技術面即將轉強 對不對 你說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這很基礎 你不會的 你慢慢看一下 對不對 我的好朋友 魁國大師 不是很喜歡講嗎 對不對 長得很高的那個 炫哥不是很喜歡講 技術面怎麼樣 說真的 K線這種東西 我沒在看 我看一個東西叫型態 你如果懂一個型態學 就夠了 好不好 對不對 我才不管那K線 紅的黑的 型態對了就對了 投資朋友 你記不記得我怎麼跟你講 當天8月28日 我告訴你 他技術面上是即將轉強 對不對 投資朋友 結果你看到 今天 又有人出來挺我 對不對 美銀美鈴 美銀美鈴出來挺我了 不是我厲害 我也不認識他們 對不對 美銀美鈴出來告訴你 什麼Driver IC 對不對 什麼Behind的 什麼China's OLED 什麼 Ambition 什麼 Anew Buy 240 他本來看170幾塊 是不是還是160幾塊 我沒有注意到 我懶得看了 對不對 但現在看要240元 投資朋友 我當時怎麼跟大家講的 我說160元左右的聯勇 真的很便宜 因為他去年配了8.8元的現金股息 我沒有記錯8.8嘛 投資朋友 是不是 8.8 我的評量方式很簡單 說真的 我教你我也沒關係 對不對 我的評量的方式 一家成長型的公司 如果他的現金股息有5% 所以超過5%的話 應該就可以買了 那是不是8.8回到160元來算 都超過5% 你可不可以買 你不用等他出報告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看到出報告去追 我們那投資群組一堆 說真的 那都不知道為何操盤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都很反向的 反向指標 對不對 我們不好意思講什麼 今天一堆人在推薦聯勇 誰跟你上週推薦聯勇的 本人李冠青會計師 好不好 而且我早就跟大家講過 聯勇之前很有趣喔 你知道 其實前一陣子聯勇啊 聯勇上個禮拜一 上個禮拜一是跌的 沒有錯吧 但是 投信買一堆 這些投信得了什麼消息啊 對不對 總不可能是我告訴他們的吧 對不對 這個投資朋友 上禮拜28日 真的就有 HSBC 出聯勇的買進報告 29日 對不對 City也出了聯勇買進報告 不是我叫他們出的 只是我告訴你 對不對 德不孤必有零嘛 我喜歡價值投資 跌夠深了我就去買 不要像這種人一樣 對不對 你看 像這種人 我說真的我這不予置品啊 欸 到暗巷揍他幾拳 壓在地上打 有什麼難我請問你 一點都不難 看他重傷 個斬 對不對 這麼細 當然這樣不好 真的不難 雪中送炭才真的是高手 投資朋友 在當時高點銳欲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235以上 你可以差不多可以走了 對不對 我跟他講過 有投資朋友說他沒什麼錢 那買238買10張 還240萬我忘記了 你沒什麼錢 你240買10張啊 240萬啊 對不對 你為了省那些資訊費用 我真的無話可說好不好 就跟你到17塊回來 你不敢買 不敢買這華邦 你200塊 你偏偏要去追 雙紅 我無話可說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對不對 你看 這都跟大家講過了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還有8分鐘 稍微講一下這個 因為最近很多人私訊 問我一檔股票 不是上銀 對不對 比上銀還大叫大銀 大銀 不是大銀喔 好不好 不是大銀 是大銀 金銀銅銅鐵那個銀 因為大銀最近很紅 對不對 剛好今天有這個新聞 你看 現在喔 對不對 有像利基那種高高在上的股票 有像雙紅賺到翻天的股票 也有像建策 我也跟大家講 現在的散熱 我只剩這一檔股票叫做 就要建策 就要建策 因為賺太多了 對不對 不重要 但是也有工具基業者 對不對 這內容寫一堆 我來看最後一頁就好了 投資朋友 工具基業者坦言 下半年接單比上半年更差 如果政府不放手 讓台幣匯率貶值 增加業者出國競爭力 一旦撐不過同一年關 恐怕有一波逃逸場 最好如此 說真的 最好如此 為什麼人家做的錢 你做不起來 我請問你 為什麼人家就不需要 為什麼台積電就不需要 台幣貶值 為什麼 因為你的競爭力太差了 對不對 因為你的競爭力真的太差了 你看這邊給大家看 你看有些好不錯 亞威就不錯 對不對 那怎樣 有些好了有些不好 我們不多講了 我不多講了 這些領導的事情 我不多講了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有這個新聞 因為很多人私訊問我 我一併解答 對不對 有人問我說 對不對 有人說他可不可以抽大銀 當然可以抽大銀 因為大銀上市價50元 現在市價100元 4576嘛對不對 4576嘛 現在100多塊 你要不要抽 當然要抽 不過現在應該來不及 應該是 應該是 抽先抽完了 你抽不到了 該不該抽 當然抽 對不對 但是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錢 我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了 請你耳朵洗好 好不好 請你耳朵洗好 因為我一併告訴大家 我昨天算了一下 大概有12個人問大銀 12個人 這12個人尤其你要看清楚 好不好 我只講一次就好了 對不對 對 深購價56元 然後標呢 很多 得標價格是76.73元 中間差了 26塊 差20塊 我先跟大家講 把這個價位記起來 其實我個人認為 真實的價格 在這個價位附近而已 我點到為止我不講 你說快計師 為什麼我這樣認為呢 投資朋友 請你看清楚 財報攤開來給我看 你看到了沒有 我很喜歡看的財報評分 你自己看 我不要說幾分 對不對 看清楚 請 2018年2.39元 今年商店賺0.4元 對不對 好嗎 2017年1.28元 今年這個獲利速度 很難比2017年還好了 那怎麼辦 你說快快意思 現在100多塊 新貴幾個人會去買 我請問你 就像我舉這個例子 對不對 只有幾個人去買啊 少之又少啊 好不好 少之又少 新貴要買的很少 最近有一檔股票很紅 叫什麼 新勝利 是不是什麼 8431才多少 不是不是 8341 我不知道 8341是我們家的日友 對不對 忘記 叫新勝利 成功很小 那個並沒有辦法 反映出它真實的價值來 可是一旦上市之後呢 會不會反映 一定會 請你看清楚 0.4元 請你看清楚 在前一年2.39元 在前一年2.39元 ROA ROE我就懶得跟你算了 黑林到底在事 對不對 你再想一想 投資朋友 我已經跟你講了 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講了 其實我認為 恐怕自己小訊一點 這是我今天早上印下來的發納科 發納科本益比26.9倍 好不好 發納科本益比26.9倍 投資朋友 你把26.9倍乘以它 對不對 你把它乘以多少 你把它乘以2018年的獲利好了 會不會算 我們假設30倍好不好 假設30倍 69人 我們心照不宣 講太多 佐用財可能會不爽 對不對 我跟他不認識啊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剛好因為太多人問 我一併幫大家回答 請你看清楚發納科 他兩家公司做的差不多 就做那種最中間的核心元件 對不對 不是那種做 做個什麼滑軌 不是他們做機器人啊 或是電動機器那種核心的元件 兩家公司其實說真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家公司的技術 但是我相信發納科一定很好 因為很多人都用發納科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很少人用大銀的東西 大銀的東西誰在用 上銀在用 好不好 投資朋友 我講那麼多 對不對 前半段 講的你有聽進去嗎 我跟妳講的東西 什麼利基啊 加聯益啊 什麼益龍店啊 對不對 雙紅啊 華邦店 你有沒有聽進去 沒有就算了 好不好 這邊跟你講的是 大銀應該值什麼價格 好好去想一想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 因為我不太想講壞話 發納科的PE 發納科的本益比幾倍 你大銀應該有幾倍本益比 你自己好一想嘛 我剛剛講的 我們當作30倍本益比好了 他應該值多少錢 我也跟大家講過 為何新貴股價上百 因為籌碼太集中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在掛牌後分析了什麼 分析了中央光 那時候中央光100塊左右 投資朋友 不要說我在唱衰人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用四個字 你或許覺得我很囂張 叫做不堪一擊 你或許覺得我很囂張 但是我說真的 我一向就這麼囂張 100元出多少 最多55塊 有沒有獲利 投資朋友自己看 不是我在講的 上半年0.48元 對不對 很多東西我不變多講 好不好 中間跳了一大段沒講 沒有關係 這段 自貿還要講嗎 不用講了吧 對不對 我當初講的感測器就是自貿 我講錯了 我當初講的5G股是自貿 因為他做什麼 SLT 對不對 其實我在上一次的頂尖對談 已經分享給大家了 只是你有沒有這個匯根 沒有的話 不是我的錯吧 投資朋友 還疊下來讓你買 還疊下來讓你買 你去看看這一段疊下來讓你買 前段不是我的 好不好 這一段疊下來讓你買 你在怕什麼 對不對 你在怕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我也沒辦法 這我不多講 今天 應大家要求 說真的 今天是搶搭5G書門後最後一天 也順便跟大家再三強調 好不好 我們的會員影音 全面升級 現在已經升級成為每週的一個專題演講 大概在週三或週四 對不對 週三或週四的早上 不知道不早上 下午我們就上傳了 大概20分鐘30分鐘 我們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禮拜以來的 法人權講些什麼 對不對 產業面講些什麼 座談會又談了些什麼 對不對 讓你能夠在第一時間知道 還有什麼 我看到了些什麼東西 還有包括我們會員的一些 持股的追蹤進出 大概20分鐘3分鐘 一個禮拜就這麼一場 對不對 全面性的升級 那如果你還不是我的會員的 投資朋友 真的把握今天這個機會 我們給大家最大的優惠 那幾個數字 你都看到了 對不對 每天看 我都看到背起來了 現在把它遮起來 我都背得起來啊 對不對 重點是 有沒有辦法改變你的一生 我希望你真的把握機會 好不好 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跟著我們會 跟我們現場的 跟我們這個現場浮潛做聯絡 祝大家超順利 geldi 他的工作 說出 eux 琴 존심 極 蚴蚨 genocide 便 感谢观看